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场均只有4.2分、2.7篮、板二助攻的数据 最关键的是其投完命中率为35%、三分命中率为29.2%、罚球命中率为72.2%、与在欧洲打球展现的水平相差太远 那个赛季、帕塔尼古拉乌有一半比赛都坐在冷板凳、在随后劳森的交易中被送到绝金、而代表绝金打了26场比赛后、直接被绝金裁员。 2.大卫安德森2009年7月15日、火箭送出200万的现金、和一个2013年自轮选秀权、从老鹰得到老鹰对大卫安德森的签约权。 随后、火箭与其签下三年750万美元的合同。这份合同第三年有球队选项,来到火箭后,安德森作为海耶斯的替补中锋,但是安德森的身体劣势在NBA显露无疑,其虽然进攻技术细腻,但是缺乏力量、对抗能力非常差,在防守对方力量型的中锋非常吃亏。 火箭觉得安德森难堪大用,将其交易致朦胧。安德森在执行完火箭,为其开出的合同之后,退出了NBA。 一来恩安德森,2016年7月10日,火箭与安德森签下四年8000万的合同。安德森来到火箭的第一个赛季,在常规赛阶段表现尚可,展现了空间型大前锋的特点。 但是在2016-2017赛季的季后赛,安德森发挥得非常低迷,在面对高强度的防守,是安德森无所适从。 当年夏天,安德森被火箭兜售了一个夏天,无奈没有球队接盘。 2017-2018赛季,安德森在场规赛就彻底迷失,进攻端毫无信心而言,在防守端成为对手于取于球的对象。 而在季后赛安德森彻底跌出轮换,在西部决赛第七场,因为保罗受伤。 德安东尼将安德森上场了12分钟,安德森上场之后,立马被库里多次针对,胜负时达到12,今夏莫雷终于将安德森送走,换来同样是垃圾合同的克里斯和耐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